大陆四位女将出战单板滑雪游行场地 没想到经验丰富的刘嘉宇第一个出场却失手 是飞 非常的可惜啊 非常的可惜啊 刘嘉宇一出场就先以正反脚接连完成720度转体 不过在反脚动作时因为没有控制好重心 摔倒在地只得到了15.25分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太好了 刘嘉宇今天第二轮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稳稳地进入了决赛 不过第二轮刘嘉宇一出色的抓板技巧 及720度转体的动作 拿下72.25分抢到第七名拼竞决赛 他的决赛强敌将是美国队克罗易金 正脚的后阵空龙飞跃 结合了正脚外转方向的七旁 反脚方向的900 非常的轻松 反脚方向内转的540 还是一个反脚的动作 这位21岁的韩裔美籍小将 以总分87.75的高分 拿下资格赛第一 其实他早在17岁时 就成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金牌得主 也曾经在青少年冬奥会中 成为第一位在单板滑雪 夺得两金女选手 10号上午的U型场地技巧决赛 各国女将拼金牌 精彩可骑 记得先下一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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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